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重點1 向量的內積跟這個甲甲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第一個小重點 向量的甲甲 我們說這裡如果有任意兩個飛靈向量的這個AB 這邊要注意他們起點是同一點 所以他們起點必須要重合 所夾的這個甲sita 才叫做甲甲 那再看一下這邊 他們的起點要重合所夾的這個甲sita 才叫做甲甲 那這個甲甲是會落在0度跟180度之間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後面的這個下面的這個數學數學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A跟B同方向 那你看這個是向量A這個是向量B 那他們的夾角呢 C它呢就等於這個0度 如果A向量這個是10點 10點兩個AB向量在這裡 重合 那如果AB向量的10點 重合 那一個是這個往右的方向 一個是往左的方向 那他們的夾角呢 那他們的夾角呢就是180度 那他們的夾角呢就是180度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地方呢 好 是啊 第三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考試最喜歡考 我們來看看 他說在這個正三角形 ABC 好 這個都是正三角形 他說 AB與AC的夾角是60度 我們來看一下 AB AC 好 所以10點有重合 所以這個夾角呢是60度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AB跟BC 看到AB跟BC A的10點在這裡 BC的10點在這裡 這兩個10點還沒有重合 那為了讓它重合呢 我們就把AB往右平移 把AB平移到這個地方 好 相量可以做平移 所以這個10點就重合 所以這個變成AB 好 所以這個AB向量跟BEC向量的夾角呢 就是120度 好 因為呢10點必須重合 好 以上呢是第一個小重點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 第二個小重點 相量的這個內積的定義 好 那現在說呢 我們看一下右圖 如果說這兩個相量 AB向量的夾角是這個C 好 那我們就定義呢 這個啊 它的這個內積 A.B A向量.B向量 就會等於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的這個Cosin Cosin 就是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好 好 那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 把這個式子呢 把它移過來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Cosin Cosin 就會等於這個兩個向量的長度 相乘分之這兩個向量的內積 好 那這個點 讀做這個DOT 好 好 那如果說呢 現在呢 它給的是一個坐標位置向量 好 那A的位置呢 在A1A2 B的位置呢 在B1B2 那這兩個向量的內積呢 就是X的位置乘上X的位置 加上Y的位置乘上Y的位置 好 那兩個向量的內積之後呢 它不再是向量 好 它就是一個常數 或是一個時數 比如說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這個數學數學的例子 說這個是向量A 這個是向量B 好 那我們說向量A跟向量B的這個內積 這個叫做DOT 就是X的位置乘上X的位置 加上Y的位置乘上Y的位置 所以你把它算出來 它是一個時數 它不再是一個向量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最後一個第三點 這個小重點 好 那我們剛剛說 如果這個呢 我知道兩個向量的這個內積 跟兩個向量的長度 那我就可以算出這個向量的夾夾 好 那如果現在它給你的是這一個 座標表示法 那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好 內積 X的位置乘上X的位置 加上Y的位置乘上Y的位置 好 那這裡是A向量的長度 A向量的長度 就是X分量的平方 加上Y分量的平方 開更好 好 那這邊是B向量的長度 那這邊是B向量的長度 同理 是B1的平方 加B多的平方 開更好 好 以上呢 是這個 後半部重點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E 好 那他說呢 以之啊 A B C啊 三個這一個 坐標向量 如下 好 那要我們求啊 下列這個三小題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他要求的是這個 A向量呢 這個 這個B向量 好 好 那A向量跟B向量的內積 就是X跟X的位置相乘 加上呢 Y跟Y位置的相乘 好 所以我們得到 這個內積之後呢 他是等於這個 複四 好 那第二小題呢 是A跟C的這個內積 好 那概念是一樣的 好 X跟X的位置相乘 好 那Y跟Y的位置相乘 然後相加 會得到等於-11 好 那第三小題呢 是A呢 A向量跟B加C這個向量的內積 所以我們可以先算B向量加上C向量 好 那B向量加上C向量 就會等於-17 好 這個加這個是-1 這個加這個是-7 好 那A向量我們把它寫下來 好 一樣 X跟X的位置相乘 加上Y跟Y的位置相乘 好 加起來會等於這個呢 好 -15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2 他說呢 一個正三角形 ABC的邊長是2 那要我們求這個AB向量 DOT這個AC向量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看就是AB呢 跟AB向量跟AC向量 看一下這是AB向量 這是AC向量 所以當他們10點重合的時候 這個夾角就是60度 好 那按照兩向量內積的定義 好 AB向量 做著這個AC向量 就是AB向量的長度 乘上AC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他們所夾的角 這個cosc 那就是cos60度 好 那現在因為它的邊長都是2 所以表示這兩個向量的長度是2 那cos60度呢 就是等於2分之1 好 所以我們把它約掉之後 最後啊 這兩個向量的內積呢 就等於2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 好 看一下這個老師講解3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題目 統設啊 非常喜歡考 頻率非常高 他說呢 這個A向量的長度呢 是4 B向量的長度是3 那他們這兩個向量的夾角呢 是135度 那要我們求這個A向量跟B向量的內積 好 那我們根據啊 向量內積的定義 A向量.B向量 會等於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呢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cosc 好 好 那現在這個是135度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4跟3帶進來 好 4跟3帶進來 好 那cos 135度呢 好 前面我們畫任意角 我銳角有講過 你可以把它改寫成是180度 減掉這個45度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轉 cos遇到180不用正義互換 所以我們先寫cos45度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判斷正負 180度減45度 在第二向線cos是負的 所以這裡是負的 好 那cos45度呢 就是2分之更好2 所以這邊就是等於負的2分之更好2 好 那這個可以把它約分 所以最後我們得到呢 是等於負的6更好2 好 以上啊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式 那他說呢 這裡呢 平面上有兩個位置向量AB 那他們的座標啊 分別是 更好3 豆點1 還有呢 負3 豆點更好3 要我們求這兩個向量AB的夾角C塔 好 那我們由這個向量內積的公司可以知道 A跟B兩向量的內積等於他們的長度相乘 再乘上這個cosC塔角 好 那我們現在要找的是C塔 所以我們把它移向 好把這個移除過來 好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AB啊 這兩個位置向量帶進來 上面是他們的這個內積 好 這個X位置乘以X位置 加上Y位置乘以Y位置 好 那底下呢 分別是這兩個向量的長度 好 那向量的長度就是X位置的平方 加上Y位置的平方 好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好 再把它約分 好 最後會得到等於這個 啊 cosC塔呢 等於-2分之1 好 那cosC塔等於-2分之1的話 表示啊 這個cos要在第二向線 那我們知道 cos呢 60度是1分之1 所以120度啊 就是等於-2分之1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C塔呢 是等於120度 好 以上呢是這一題的講解